一个人的生活就是自己的福报,而一个人的行为就会影响自己的福报,善的行为会增加自己的福报,恶的行为就会消耗自己的福报。 以下五种行为,最损自己的福报,千万不要去做。 一,不孝父母,怨恨父母,最损自己的福报。 百善孝为先,一个人孝敬父母是天经地义的事。 父母给了我们一个温暖的家,尽自己的能力给我们最好的生活。 父母千辛万苦把我们养大,不求回报,无怨无悔。 在这个世界上,只有父母对子女的爱是不讲条件的,父母甚至为了子女,甘愿牺牲自己的生命。 压有繁补之义,养有贵乳之恩。 当我们的父母老了,孝顺父母,回报父母,是每一个有良知的人,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。 当我们的父母老了,你就会成为父母的期盼和依靠。 常回家看看,陪伴父母安慰父母,让父母的心中有温暖,过得不凄凉。 父母病了痛了,就要为父母寻衣问药,尽一个子女应尽的孝心,父母的心中就会有活着的希望。 孝敬父母,就是懂得感恩不忘本。 一个人如果连自己的父母都不孝顺,做人一定会有问题。 生活中有的人不但对自己的父母不闻不问,还抱怨自己的父母,怨恨自己的父母。 更有一等不要脸的人,为了金钱利益,打骂自己的父母。 这样的人最损自己的福报,也一定不会有好的命运。 天下无不适的父母,尽管有的父母为老不尊, 令人失望,但这并不是你不孝顺的理由。 生养之恩大于天,没有父母,你从哪里来? 以得抱怨,包容父母的过错,原谅父母的缺点,才是自己的德性,也会增长自己的福报。 二,好色贪淫,放荡纵欲,最损自己的福报。 万恶银为首,为了色欲刺激,心术不正,图谋不轨, 做出有失人格道德的事,害人又害己,甚至落得家破人亡,人财两空。 这样的人,在生活中屡见不鲜,最后一定不会有好的结果和命运,最为损耗自己的福报。 色自头上一把刀,好色的人往往会,色不迷人人自迷。 好色而不知节制,就会肝肾有亏,损及身体。 好色贪淫,超越道德的底线,就是把自己推进道德的深渊,接受人们的唾弃和鄙视。 如果婚内出轨或者插足别人的家庭,最后一定会闹到家庭不合,甚至离婚的地步,伤害的是三个家庭。 这样的人一定不会有好的结果。 一个富有家庭的衰败,往往是从娇奢淫逸,放荡纵欲开始的,无论你地位有多高,有多富有。 如果不提高自己的人格修养,不去注重自己的德性的培养,一旦变得贪淫好色,放荡纵欲,你的福报很快就会消耗干净,得不配位,必有灾殃。 三,为了口腹之欲,杀生害命,最损自己的福报。 佛说,众生平等,每个人,每个有灵性的生命,一虫一鸟,一花一草,从生命的本体而言,都是平等的。 贪生怕死,是每个生命的本能和本性,所以佛教提倡,无缘之词,同体之悲,众生平等,佛教徒不能杀生。 世俗的人没有众生平等的概念,有的人为了口腹之欲,随便杀生害命。 却不知道无因而杀最损自己的福报。 杀生重的人身上有一股戾气,没有同情心,这样的人会多有意外灾痕之祸。 嗜好杀生的人,还有一种果报,那就是身体会体弱多病。 佛家有言,欲知世上刀兵结,且听夜半图门声。 这世上的每一场战争,每一场灾难都不会无缘无故,生命是一报还一报,一命还一命,唯有尊重每一个生命,才会有天下的安宁和太平无事。 四,不讲原则,贪占便宜,最损自己的福报。 有一句话说,占小便宜,吃大亏。 经常不讲原则,道德去占别人,集体或国家的利益,最损自己的福报。 从宿命来讲,每个人的福报是有定数的,你贪了占了不属于你的财产利益,就会损失你命中该得的利益,消耗了真正属于自己的福报。 贪小便宜的人,往往不讲原则,道德,失去的是人们的信任,也就失去了得到更多利益和更好生育的机会。 一个人经常占人便宜,就会变得贪婪。 俗话说,偷牛的是从偷真开始的,从占便宜到小偷小摸,就会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。 如果不讲原则,道德,占国家集体的便宜,损公肥私,一定会受到惩罚,自食苦果。 有一句话说,命里有时终须有,命里无时莫强求,是你的就是你的,不是你的你挣不来。 不讲原则,贪占便宜,不劳而获,最终还是会吃了大亏,消耗了自己的福报。 五,奢侈浪费,不知节俭,最损自己的福报。 由减入奢益,由奢入减难。 一个富有的家庭,如果奢侈浪费,不知节俭,就会走向衰败和困顿。 一个普通的家庭,如果不懂得节俭过日子,永远也不会过得富有。 一个人命中享有多少金钱财富都是一定的,如果奢侈浪费,不知节俭,很快就会把自己的福报消耗光。 如果日子变穷了,没有钱了,就会左右碰壁,为了生活得好,就会债台高筑,举步维艰。 老百姓的话,吃了不痛撒了痛,不要因为富有,就去奢侈浪费,不要因为是自己的,就可以不知道珍惜,提倡节俭,杜绝浪费,是任何的国家,任何的民族都提倡的美德。 金钱是自己的,单资源是大家的,学会节约水电没有矿产资源,就是为别人为社会做了贡献,就是积攒了我们的福报。 什么是福报?有人对我们感谢,赞美,这就是福报。 做事一直非常地顺利,得心应手,这就是福报。 平安,吉祥,消灾免难,这也是人人所需求的,能够如愿,就是有福报。 福祸无门总在心,作恶之可怕,不再被人发现,而在于自己知道,行善之可加,不再别人夸赞, 而在于自己安详。福报都是所累积的功德,是取之有限的,不懂得惜福,会很快用尽。 就像我们将钱存进银行里,如果经常去提款取用,而不续存,总有一天会用完。 是否有福,不是由外境决定的,而是由自己面对外境的心态决定的。 心中没有是非,口中没有抱怨,宽容大度,常怀感恩,这就是有福。 想要获得福报,想要事事顺利,就要多行善事。 上天并不会偏袒任何人,但会眷顾善良的人。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,积不善之家必有余秧。 福田靠新耕,福分由新生,一切福田,不离方寸。 种植福田和我们地位的高低并没有多少关系,只要我们尽心尽力,发心真诚,都会种下无量的福田。 人生就是一场修行,一个人如果不修德性,哪有福报? 哪怕是一时走运,也终将失去所拥有的一切。 为人初心不改,处事淡然有德。 起心动念,言谈举止皆修行,修的就是一颗慈悲善良的心,修的就是有情有爱讲奉献的一言一行。 感恩亲情,温暖人心。 感恩爱情,不离不弃。 感恩友情,风与同行。 感恩自己,生活在苦,人生在难,始终咬牙坚持着。 懂得感恩的人,上天也会眷顾,福报一定会越来越多。 好了,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如果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,请在下方留言,点击订阅,我们下期再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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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